从古代的四大发明到如今风靡全球的二维码,中国科技发明一点也不亚于外国。 今天我们就来盘定一下六个由中国发明的高新科技产品。 Fantom无线充电器 很多人觉得数据线限制了手机的自由,于是无线充电器腾空出世。 中国人当然也不甘落后,以号角为灵感,设计了Fantom无线充电器。 它支持TY感应充电技术,不线机型,随放随冲,电池续航五个小时。 小巧玲珑的它还能当作护眼灯和蓝牙音响,简直是周身法宝。 两用泵头机 真空包装对于保鲜食物和收纳衣物十分重要。 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抽气机,既大型又笨重。 于是,人们就设计了这个小机器,它看起来似乎就像一个迷你充电宝。 它既可以抽气,也可以充气,还自带静音功能。 是不是有点心动了呢? 探针式微俱镜。 喜欢摄影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新产品。 这是由长钢光学Binness Optics推出的一款新镜头。 外形如探针,镜筒长度约为40厘米,内置LED灯和防水功能。 拍摄末端直径只有2厘米,用它来拍摄远距离的小物体绝对不成问题。 分分钟帮你搞定微观创意照,效果也是大片气势感呢。 NUMS超薄智能键盘。 从外观上看,与其说它是键盘,不如说它是一张半透明的薄膜。 它是由北京拉库科技公司打造的一款智能产品。 表面的工艺采用了极为先进的等离子镀膜技术。 厚度仅为0.26毫米,九公格的数字输入设计,让它更为节省空间。 只需要将它放在触摸板上就可以了。 控留头戴。 冥想有助于人大脑的思考,从而使我们集中注意力。 聪明的中国人就设计了这样的一项发明。 控留头戴。 它是一种用于大脑冥想的跟踪器,能够收集有关大脑电活动的信息。 再以脑电波的形式显示在智能手机的屏幕上。 同时,它还能扫描心率,时刻关注着你的健康问题。 口袋清洁器。 这个只有口袋大小的小东西,可是有着超强功能的呢。 它能帮你清洁各种各样的物品,比如水果、蔬菜、装饰品、配件、餐具等等。 它采用的是超声波清洁原理,还能与手机端相连。 你可以为每个特定的对象选择清洁模式,简直就是居家旅行必备良品。 上面的这些中国发明的高科技产品,你最喜欢哪一种呢? 你知道还有哪些是由我国自主开发的新产品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哦。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或在下方留言点赞、转发和收藏。